连一一场勾心都搅得葬礼。 从前有位老太太,中年丧夫,年过半百又死了儿子,要是正常人该怎么办?恐怕悲痛欲绝,跳楼的心都有了。 但这位老太吕志却偏偏不。 公元前188年,汉惠帝驾崩,吕太后在灵前只是干豪,居然不见掉眼泪。 旁边一个叫做张辟强的小办事员看在眼里,就给城乡陈平说,当今太后就这么一个儿子,儿子没了,他却干枯无泪,丝毫看不出伤心来,你觉得这是咋回事? 陈平就问为什么?张辟强道,皇帝的儿子们都还没成年,不顶是啊,太后现在最怕的,是镇不住你们这般功勋老臣。 不过,他娘家还有三个成年的侄子,你现在应当拜请太后,让他们三人统领进攻卫队南北二军,朝中要职,也给吕家人来执掌。 这样,老太太既能安心,你们这些老臣也能免于祸患。 这就奇怪了,一个小办事员,实在,当年只有十五岁,以今天的标准来算,周岁只有十四,最上涨每长矛还不一定呢,就可以对当朝丞相而提面命。 更奇怪的是,陈丞相居然习二公听,而且不但听进去了,还全盘照办了。 其实,这说怪也不怪。 因为这位张僻强绝非吃瓜群众,乃是开国大谋士张良之子,而张良早在汉惠地登基前,就被吕后拉过去做了盟友。 那么张僻强的言辞,究竟代表谁的意思,昭然若揭。 比如南宋初年,主持宋金一和,压之韩世中,约杀约飞,这明明是秦贵干的,为此还招了千五骂名,但背后是谁的意思呢? 民国元年,革命党虽原是开赴南京就指,但北梁军在北方频频兵变,致使原大总统无奈之下,只好继续坐镇北京,这又是谁的意思呢? 左丞相陈平此人,素衣机便多致著称,自然一点就透。 眼前这一幕,不过是历史重演罢了。 当年刘邦死的时候,汉惠帝也才是稳弱少年,出于同样的顾虑,吕后密布发丧,筹备着要把一干老臣赶尽杀绝。 关键时刻,幸亏有个人把消息透露给了大臣立桑,在立桑的劝解下,吕后这才收起杀心公开发丧。 老臣们口耳相传,也算是被侧面警告了一下,拥立着汉惠帝平稳接班。 这次的情形也差不多,在城乡陈平的提请下,吕是接管了兵权和政权,太后满意了,后面在哭丧的时候,也就安心地落了泪。 然而问题就又来了,上一次,是有个人通风报信具体是谁,实际中也未言明,这一次,是张屁墙面授机遗,摆明是张家人帮了吕家人,那么,张良当年是怎么跟吕后走到一起来的呢? 零二求聪明人帮忙办事,拢共分几步。 张良和吕后,一个跟刘邦东征西讨,一个在后方攻围之中,原本没有交集。 尤其是革命成功之后,张良推掉了封后的封地,以体弱多病为由,在长安家中闭门进修,成年累月足不出户。 但树欲静而封不止,吕后居然找上门来求助了。 韩非子有云,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结也,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。 以衰美之妇人是好色之丈夫,则身见书见,如此爱屋及乌,就会导致其母好者其子抱,其母恶者其子事。 但是,刘邦晚年,吕后也认到中年,自然落得个身件书件,其母座的近况,儿子刘盈生性懦弱,也不讨老爹喜欢,这母子俩就一直不受皇帝待见。 不过,刘盈毕竟是皇帝唯一的嫡子,仍然被立为了太子。 此时,刘邦正专宠妻姬,一心要立妻姬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,吕后母子的地位岌岌可威。 危机时刻,吕后是如何求动刘侯张良的?他派出自己的二哥去找张良,实际中说是劫刘侯,强要约从字面上看,张良宁者宝身,并不情愿蹚这趟浑水,吕二哥只好用强。 但具体是怎么解,如何强要的,实书里也没明说。 不过,要把这种聪明人拖下水,往往得用笨办法,三国演义里,倒是有个参考答案。 经周末刘表晚年宠信蔡夫人,也是个其母好者其子包的近况,前妻生的大儿子刘琪,自敢不能为蔡夫人所容,接班无望,性命堪忧,便找诸葛亮求助。 诸葛亮自然也是再三推脱。 刘琪于是假说有一本古书,要请诸葛亮看,二人登上小楼里的密室,下面人就把楼梯给撤了。 眼见上天无路落地无门,实际上就是被劫持了,诸葛亮只好给他支了招,外出镇守江夏,以为自保。 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,像当年,吕志兄妹估计也是用这种耍无赖的手段,请张良给出了刘侯策,那就是,以太子的名义。 用最先公的言辞,最贵重的礼物,迎请商山四号作为幕僚。 至于迎请的过程,可参考律后逼张良,留其匡诸葛亮,可想而知,这四位老大爷,也一定无法拒绝,只能出山。 后来,刘邦在偶然之间,看到太子身边随从的四号,大吃一惊,自己寻访了他们这么多年,这些人一直避而不见,不料,镜头靠到儿子刘盈身边。 四个蝶帽之年的老头自然没啥可怕,但如果连这种人都被太子网罗来了,其余一支风可想而知,那当真是动不得了。 自此,刘邦就断了换太子的念想,张良的计策奏效了。 然而如此一来,明眼人皆知张良是吕后的盟友,想要做饮室的刘侯,怕是骑虎难下了。 而对于吕后来说,当初俩人还没什么交情,自己要求人帮忙时,为什么求到了张良那里呢? 03强关系弱关系,求人办事全哪系? 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,包括强关系连接和弱关系连接。 前者是一种密切稳定的社会关系,像近亲属、同学、同事等等,彼此的圈子往往重合度很高。 后者是一种广泛散漫的社会关系,像各种微信群、粉丝团、车友会等等,圈子往往很少有交集。 吕后的强关系连接,一个是娘家的吕氏宗亲,另一个就是配线创业同乡会,像萧和、卢婉、樊宛、曹申、夏侯英,这些一起从龙创业的工臣集团。 张良中途才投靠了刘邦,属于半路夫妻,与吕后自然是弱关系连接。 求人办事,哪种关系更给力?常人往往选择强关系网络。然而,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却经研究证实,事实未必如此。 强关系网络因为圈子重合,资源也就近似,我办不了的事,你也未必能成。 还有种可能,比如刘备在教育系统工作,张飞为女儿上学的事来求大哥,殊不知,关羽也因为儿子的事来找过。 圈子同质化,好兄弟反而成了竞争关系。两个都帮,刘备能力不足,只帮一个,又得罪另一个,因此,作为刘备的最佳选择,只能是两不相帮。 反过来说,假如张飞去找打猎圈里的炎炎,关羽去求健身群里的华雄,圈子不同,资源反而互补,而且避开了利益冲突,兴许一想不到,就能帮上忙。 配线创业同乡会是当时天下势力最强大的关系网络,吕后一定会从中结盟拉人,但刘邦和七夫人也不傻,应该也会出手,难保没有刘关张这样的三脚套。 而且,刘邦外出征战,都是斜七七前往,没准拉关系还更方便些。 想得再远一点,创业集团内部也是鱼龙混杂,当年都是出身草莽,一起称兄道弟的人,老头子再是勉强镇得住,老头子要是没了,那些大佬们能甘心辅佐少主吗? 到那时,这圈比恐怕是敌事友都分不清楚。 吕后转向若关系网络,求助张良、孙孙通这样的文人外来户,按照后世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来看,反而是明智的选择。 旁观者清,张良作为局外人,也确实把准了脉,帮对了忙。 况且,在中国历史上,知识分子永远都做不了大拇指,只能做另外的四指,配合来抓握,作为拇指,自然也没有被取代的顾虑。 零四吕太后之成功与张刘侯之无奈。 从吕后的角度看,求人办事的正确打开方式,无非就是两条,找对人,问对计。 吕后的每一步选人,都很惊荡,找外援时借助若关系网络,嫁接了张良这个圈外资源。 问计时用强关系网络,派自家二哥大王硬上弓,求得刘侯策,后来也张僻强做传声筒,说几座丞相陈平听。 就更显高明。 秦汉时,又丞相才是主相,是政府的一把手,左丞相只是副相。 然而,当时的又丞相是王陵,刘邦评价他是年轻又憨直。 后来吕后当权,想要封吕氏为王,曾当面询问王陵的意见,就被他硬生生顶了回去, 假如当时葬礼上选择向王陵吹风,索要执权,那就是没找对人了,一定是无效的。 当然,太后也没有忍太久,一切安排停荡之后,王陵就被高高挂起,由陈平升任了又丞相。 问计也是如此。 像张良、诸葛亮、刘伯温,这类人就是在后台摇额毛扇的,不可以冲锋陷阵。 事实上,吕后也只是向张良求问计策,真正出面立保太子,几次三番言辞尽见的,是书孙通。 王前跑后,求计张良,探访商山四号的,是亲二哥吕士之。所谓知人善任,不过如此。 反过来说,比如公元前196年英不造反,刘邦要让太子刘盈统丁平叛,这就是问不对计,抢人所难了,后来也是在吕后吉利劝组之下,终于作罢。 最后还得说一下张良,这个结局就很无奈了。他本来功成名就,也已经急流勇退,却又被拖入政治漩涡之中,作为吕士盟友,这个标签是很难摘得掉了。 举个例子来说,张良晚年休息先述,在家壁谷,吕后出面劝他吃饭,原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,人活这一辈子,就像是白居过戏,你又何必自寻烦恼,要到不吃饭,那种地步啊。 仔细提问一下,这哪里是那个秦彭月,杀韩信,做人质的女魔头讲的话,简直就是一个邻家老太婆,和老朋友在推心致富拉家常。 面对这般情义,以张良的性情,想要脱身,做得来吗? 吕后死后,以陈平周博为代表的功臣集团铲除了吕士集团,拥立汉文帝上台,五年后,其风流侯的张良之子张不宜,因大不敬之罪,被文帝消去了爵位。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。 张良为人小心低调,后其一直闭门静修,其家风可想而知。 但其去世仅仅11年,儿子被消绝,罪名居然是大不敬。 这是否因为吕士的牵连,那就只能借秦桂的话说了莫须有。